哈喽 我是易如 在变动的时局里和我们一起放眼国际 台式新闻的资深兵役团队 有多年专业的新闻经历 为您聚焦国际时事 带来最有深度的国际观测和新闻评析 欢迎收听 一起看世界 5 4 3 2 1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易如 欢迎大家收听 一起看世界Podcast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我们国际新闻中心的资深编译林信安 信安哥 嗨 易如 大家好 信安哥 你过年有没有想要做什么 其实我都觉得我蛮忙的 可能希望在过年可以多看点书吧 我们今天特别帮大家准备过年的时候 可以好好来听的故事 是关于这个世界最新的首富 Elon Musk的故事 我觉得他觉醒蛮传奇的 其实这个题目是信安哥他指定的 他说过年大家开心啊 对不对 而且重点是我们听世界首富如何致富的话 或许大家新的一年都会更有动力想要来赚钱 对 超级励志的 因为他自己曾经差点破产垮掉 没有想到他后来变世界首富 对 然后有人形容他是地狱回来的男人 尤其是Elon Musk的故事实在是太传奇了 那包括我之前就是 我在2019年的时候有转播过那个福威奇号升空嘛 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说 福威奇号那时候搭载他的那个猎鹰重心火箭 其实就是Elon Musk的那个SpaceX公司研发的 所以他真的是个奇才 好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啊 信安哥今天想要先跟我们讲一件 最近在股市发生的大事 好像跟Elon Musk有关系对不对 最近在美国股市就发生了一个叫做GameStop的事件 那我们台湾这边把它翻成游戏驿站了 那这是一个散户对抗对冲基金放空的一个史诗级的事件 是有点像那个2008年的那个占领华尔街运动吗 就是要对抗这些玩金钱游戏的恶霸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一个延续的啊 这个事件主要是起因于说 因为GameStop1984年创立 它是一个电玩零售商店 可是因为最近这几年啊 因为大家买电玩的时候 比如说大家都到线上去买 比如说大家到那个Steam的那个网站 去线上下载 线上买的可能还有折扣什么的 所以那个GameStop在零售网 零售店它的生意就变得很不好 对 然后那个到2019年的时候就大亏这样 然后那个很多放空机扣就认为说 这个这个店没什么价值这样子 他们就在那边大规模 在股市里面大规模放空 可是问题来了就是说 因为很多这种新的那种 我们所谓的宅世代 他们都是玩电玩起家的 你说现在宅宅们对不对 甚至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很多很多的科技大人 其实他们小时候都是在玩电玩 有啊 因为我昨天在跟仙人哥讨论这件事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GameStop 我就特别回去问一下我老公 因为我老公小时候也是在美国长大 对然后他 他其实也是有摘了好一阵子 就是他小时候特别爱打电动 他说他以前都去那边买超多那个任天堂的玩具 所以他印象很深刻 对是有感情欸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啦 就是说怎么比较啊 就是可能大家有去以前的光华商场或什么的 那边都有些电玩店 可能就是类似那样的商店 那它是连锁商店 对 那但是因为放空机构 他们大规模放空那个GameStop 那在1月19号的时候 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香园研究 就是Sitron Research的那个老板啊 莱福特 他因为那个后来就是说 因为散户他们在那个 有一个Reddit的网站叫做 Wall Street Bet 华尔街赌注的一个论坛上面 那这个论坛人还蛮多的 有670万 对那他们这些人其实说他们研究了 他们觉得说GameStop其实是有机会的 就这个商店并不是那么的糟糕 那因为经过了2019年大亏之后呢 2020年有一个叫做Ryan Cohen的一个人入主 这个人他有一个叫做Chewy的一个 好像是线上宠物食品的网站还什么的 他就赚了一些钱 然后他就投资GameStop 他认为说GameStop是有价值的 他就投资他想要把它翻转 他说他想要加强他的线上的部分这样子 华尔街赌注这个论坛 那他们这些人就认为说 这个GameStop是有救的 可是相源研究这个放空机构的老板 莱福特他在19号呛响 他说你们这些人买GameStop的股票 你们将来一定会输得很惨 会后悔到 对你们这些人会变loser这样子 可是这句话就惹到这些人了 因为Wall Street Bet基本上是就是说 他这个论坛有的不只是一些散户投资人 可能他有一些是高手在里面这样子 那他们就发出一个号召说 我们一人一鼓就是GameStop这样 华尔街赌注这个论坛就有高手在上面发起 那他们现在讲说是一个叫Kiss Gio的人 吉尔 这个叫吉尔的人 他其实是一个证券分析师 他就说那我们其实就是强力买进GameStop 一人一鼓就GameStop 我们买的不要卖 Do not sell 我们强 Strong Buy 强力hold住这样子 那为什么呢 因为GameStop这个股票被强力放空 高达144%的股权这样子 大家想奇怪 怎么会放空到144% 你要去跟人家借股票来卖 有卖得到那么多股票吗 对 所以那有人说是因为你借了卖出去之后 又被人家借了又卖这样子 你说借两次喔 对对对 比如说你卖出去之后 然后又有人把你在股票借出去再卖 所以他放空到140% 那很疯狂欸 那我觉得就是说 华尔街堵住这些论坛的人 他看到一个机会 因为他我不是很确定 他这个到底流通股数是多少这样子 那因为你流通 你可能股本没有像其他 比如说苹果这么大这样子 那我就买了 hold住不要卖 那问题是说你放空之后 你先借卷来卖 你到之后必须要回补 但问题是说你怎么回补 如果说我都hold住了 我锁住筹码了 你怎么卖 对啊 那就惨了 他借不到股票回来还 所以他们就被强力嘎空 就被嘎到天上去了 反而被伞到达一把 对 就是说本来那个Gainstar的股价 去年最低带至4美元 对对对 就他们被这么一嘎呢 嘎到300多美元去了 对那很多的一些散户投资人 他们就亮出他们的一个获利的 因为他们是用那个线上那个券商嘛 那种手机的app 亮出来说他们可能有赚100万美元 或什么的 他们赚很多 对那有的人甚至说跑到 Gamestar的那个商店里面去跟店员讲说 来我赚钱了 你们一人发100块美金 对那这个事情呢就搞得很大 那放空那个Gamestar的 比如说Malvin Capital 叫做梅尔文资本 他就大亏了53% 他本来是125亿美金的资本 后来亏到剩80亿 后来又有其他公司注资了 对所以他就亏到剩80亿美金 那香园研究呢 因为呛瞎 因为呛瞎这些散户 华尔街堵住这些人呢 他也被嘎到天上去了 然后他就到最后29号不得已 他们那个老板出来说 我们以后不做放空的报告了 对那我们应该是 投降投降 对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哪些股会做多这样子 那这个事情之所以 本来说我们是讲这个题目是马斯克 那为什么会扯到马斯克 因为马斯克在在20几号的时候 他曾经在他的那个 Twitter上面讲说 他就讲了一个字叫Gamestar Gamestar有点像是Gamestar 股价股票 但是他那个有点像是 我们讲说可爱或口爱 这种谐音的那个 的一个比较可爱的一个讲法 这样子 那他讲说Gamestar 意思就是说 喊进Gamestar这股票 因为本来是Gamestop 对不对 就是STOP 他就把那个stop改成stock stock 就是其实Gamestock 然后他说Gamestar Gamestar就是股票的意思 就是说他意思也是喊进 这个Gamestar的股票 结果呢 当天那个股价就大涨41% 对那因为伊朗马斯克在散户投资人心里 已经有点像是神的地位这样子 所以他很有号召力 那也因为他这么一喊 那Gamestop股价又大涨了 对那虽然我昨天看那个 最新的股价大跌60% Gamestop 对对但是他其实中间还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28号的时候 因为在强力嘎空的时候 那Robinhood这个线上的券商 都是散户操作用的 就他突然间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现买 他只准散户买 不准散户卖 只准散户卖 不准散户买 OK 对所以那就说 引起了那些散户的愤怒了 甚至有高达9万人去控告Robinhood 对认为他是协同 放空的资本 螃蟹一气啊 对对跟他们一起来 打击散户这样子 对对 那还更有趣的问题是说 甚至连脸书他都封锁 你说脸书封锁谁 封锁华尔街赌注 因为他们在华尔街赌注 在脸书上面他们也有社团 他们有一个很奇怪的理由 叫做说里面有什么成人内容 这样子 他们就把他封锁了 脸书为什么要来介入这件事呢 对那大家就很不解啦 那当然这里面有好几个社群媒体 或者是伺服器 他们就封锁掉 华尔街赌注的这个网站或论坛 这样子 那这个事情就引起了很大的愤怒 对那就有散户去控告 那个Robinhood嘛 那其实后来Robinhood 他自己有解释啦 他是说因为他们那个线上成交 他们必须要有保证金 对那保证金的话 那那个刚好那个 我们现在在使用这clubhouse 这个社群软体嘛 那就说伊隆马斯克 他也有去开账号这样子 那他就直接去问那个Robinhood的执行长说 他就帮散户问这个事情说 为什么你们当初要线 线只能卖不能买 让散户只能卖呢 然后Robinhood执行长就讲说 我们当初是因为保证金的问题 所以只能现买五股这样子 对那 所以他等于是帮大家解答这个问题啦 可是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那为什么这些社群要堵住这些 所谓的华尔街堵住这些 对为什么要把他们关掉 所以大家就很怀疑啦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大家看到那个 网络上一个很有名的图嘛 就是说 小时候呢 是GameStop带着那些小朋友们 他们一起玩 那但是呢 就是说1984年 十几年之后呢 是这些长大的小朋友来保护GameStop 对 所以其实这里面带了一种 很强烈的对华尔街的一种 仇视不满 对 因为他们认为说 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其实他们很多人 都遭受到金融海啸的冲击 对 那这因为这些那个金融巨鳄 在恶搞这样 所以他们很多人当初 可能家里破产生无分文这样子 所以他们 他们其实对这种 所谓的不公平的一种金融操作 他们其实很深恶痛绝的 所以听说马斯克自己也是深受其害 对不对 对于这种金融的 这种恶意的杠杆操作 这个马斯克自己的公司 也曾经是被攻击的对象 对 那因为特斯拉之前 一直有财务不顺的问题 那马斯克他的股票 也是被超级放空 那我们大家就讲说 这一次GameStop事件 是史诗级嘎空 但事实上真正史诗级嘎空的 是那个特斯拉 特斯拉在2020年的时候 他被大量的放空 然后空头亏损的金额 这一次GameStop 他们空头亏损了200亿美元左右 但是呢 2020年放空特斯拉的亏损 是380亿美元 那更多 对 那被嘎到天上了 为什么 因为后来特斯拉呢 因为散户支持嘛 或者是说那个很多 一些做多券商的支持 对 因为他们认为说 特斯拉是有前途的 所以他们也是强力买进 那因为他也是被大量放空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 嘎空的现象 那特斯拉呢 就涨了7倍 对 然后他的市值 就到8000多亿美元 然后连带的那个 马斯克的身价 也到了将近2000亿美元 大概差不多6兆台币吧 对 所以他就一下子 突然之间超越贝佐斯 变成世界首富了 对 所以他这个也是来得很突然啦 因为本来特斯拉是一个 几乎快倒的公司 对 突然之间就变成世界首富 对对对 那所以那个 马斯克跟这件事情的关联 是这样子来的 他之前被嘎空了说 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不是这一次 对不对 其实才是去年的事情 去年的事情 才是去年的事情 其实就一直嘎到今年1月份 马斯克才变成全世界首富 哦 了解 所以他也是经历了一个 跟这个GameStop很像的过程 先被人家盯上 但是后来就是不断的 有人去拯救他们 就是对他有信心啦 可以这样讲 然后最后把这个股票 对 所以马斯克就跟着一起呛吓 对对对 因为他那个GameStop 这个只准卖 不准买的事件发生之后 马斯克就在推特上面写说 如果说房子不是你的 你不能卖 对 如果车子不是你的 你也不能卖 对对对 那如果股票不是你的 你凭什么能卖 对 因为他对放空这些人 深恶痛绝 因为他以前也差点被放空 基金挂到岛这样 对对对 了解 其实这个也是由来已走 就是东西岸 不同的这个 致富的方式 就是他们素来是有心结的 例如像是东岸 其实很多在华尔街 他们是没有在生产任何的东西 他们没有贡献他们 例如说我做一台电脑出来 或者我去发明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他们就是纯粹的去操作金钱杠杆 然后可以赚很多的钱 但是就矽谷那边的人 他们是非常的看不起这样子的方法 他们觉得说 我们辛辛苦苦的在研究 就是智力改善人类的生活 或者是我们发明什么 网机网路啊 或者什么的 就是我们有很多新创东西 我们真的有在做东西出来 你们什么都没有做 你们是这样子去致富 然后还去恶搞人家 那所以其实这是代表他们两边 基本上的价值观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主要是说 因为马斯克他本人是喜欢 去做一些工程研究的东西 他认为这是对人类有贡献的 其实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说 他也看不起巴菲特 他觉得这个人 因为有那个 他曾经上那个Podcast的时候 人家问他说 你对巴菲特看吗怎么样 他说他很讨厌他这样子 为什么 他说他不喜欢他 没有说他讨厌他 只是因为他也没发明事 他就是靠着操作股票 因为他问他说 他说我完全不羡慕他的人生 因为他整天在看报表 在这边研究股票这样子 对对对 他认为这个 他做这些事其实对人类没有太大的贡献 这是他自己的看法啦 对 了解 好啊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 这个马斯克他一路的这个发迹史 其实也是非常的传奇 我们知道说 他其实他的事业 早年是从这个PayPal开始 对不对 他的这个学历也是非常的丰富 就是他不是只是单纯一个宅宅工程师 大家想的那样子 他还有去念过华顿商学院 他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是拿了两个学位 一个是物理学 就是这方面的 就是科学方面的 工程学方面 另外一个就是商学院 所以他这两边都很有头脑 那后来他创了PayPal 把他卖掉以后 他就是高价 PayPal包括我本人现在都有在用 他那个其实也是一个 第三方支付的B组 就是一个划时代的创决 然后接着呢 他就是把他的这个 就是心力跟资金分成两边 一个就是SpaceX 一个是Tesla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信安哥 帮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在Tesla这个部分 就是他的这个 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想 就是Tesla是他创的吗 还是其实不是呢 就其实他在当那个 他在念书的时候 其实他也曾经研究过 所谓的超级电容 所以他本人对这个 绿能 对太空这些方面都很有兴趣 那当然2000年左右的时候 他那时候是赶上了网络的狂潮 那时候创业基本上 应该都是往网络方面发展 对那他就在PayPal那边 那当然他也因为卖掉PayPal PayPal是他跟人家共同创立的 后来因为跟里面的人也有一些不合 他卖掉之后 他自己就突然独立做事 那他卖掉PayPal 获利大概2亿多美金 他就把1亿投在那个SpaceX 然后大概7千万美金投在特斯拉 事实上大家都以为说特斯拉是马斯克创办的 但并不是 那那个特斯拉是有一个叫做Eberhard 跟另外一个人 他们一起创办的一个就是电动车的公司 那那个时候这个公司只是做Roaster而已 他们就把那个莲花跑车 莲花跑车那里面把它拆掉 那里面再装电池让它能跑这样子 那因为那个后来那个马斯克看到这个东西之后 他也很感兴趣这样 那因为那时候Roaster那时候 他们在新创公司烧钱嘛 烧钱很严重 缺钱了 所以他那个时候呢 他就那个注资进去大概7千万美金 那也因为他注资的量非常大 所以他就变成了执行长 对对 但是因为后来那个原来的那个创办人 跟马斯克也有不合 所以那个两个人好像也走了 对所以到后来大家就看到 就是说特斯拉就是马斯克当执行长 对是这样的关系 了解 原来是这样 那他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更为国人所熟知的 就是他除了特斯拉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SpaceX嘛 那听说他这个创立SpaceX的过程 也是蛮传奇的 这个可能就要从他小时候的 这个故事开始说起 因为他其实他的血液里面 真的是留有那个冒险的因子 他的外公啊 其实就是一个那种探险家 他好像在以前哦 就是他妈妈还小的时候 他外公会带他们全家人 跑到沙哈拉沙漠去探险 然后看着那个小飞机 他是南非人 对对对三个礼拜这样子 然后他的妈妈就是事后回想 就觉得其实这就是很恐怖的 你这样子带着一家大小 小孩子那么小 就到沙哈拉沙漠里面住三个礼拜 他说那随时真的很容易出事 可是他的外公却是乐此不疲 所以他的血液里面 真的从小就是有留着冒险的因子 那他们家其实有三个 就是他有个弟弟跟一个妹妹 三个兄妹 那他的妈妈呢 就是最近也很红嘛 叫梅耶马斯克 那他已经七十几岁了 还是一个model 是一个模特 也是一个营养学家 那他很早其实就跟马斯克爸爸结婚 但是这个婚姻并不幸福 就是听说呢 就是马斯克爸爸会家暴 就是会打他妈妈 所以这段婚姻维持九年就结束了 那他的妈妈在三十岁的时候 就成为了一个单亲妈妈 一个人要养三个小孩 所以他这时候要打很多的工啊 也是很辛苦这样 但他很尊重孩子的兴趣 就是说他的孩子很特别 然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专长 他就非常的尊重他们的兴趣 让他们全力去发展 那听说马斯克小说 他非常喜欢读科幻小说 对 那他那个科幻小说 写什么人类跑去火星殖民啊 移民这种东西 他就觉得非常的入神 那其实我们小时候看这种科幻小说 我们可能觉得很有兴趣吧 看一看我们也不会想说 那我们要把他当真 就是他的梦想就是 我要把科幻小说里面的情节都变成真的 哇 然后他真的就很执着 然后可是因为他跟其他的小朋友 非常与众不同 所以他在这个成长过程也常被霸凌 那我听说他高中时 国中的时候啊 就在南非的时候 反正就被 常常被打 然后还有一次是被打 然后他的鼻梁都歪掉了 还必须要去动手术 把他补救回来 那他的连要跟他当好朋友的人 也会被抓去打 那蛮惨的 对然后呢 他最惨的是他那个好朋友 后来还被威胁说 你去把马斯克叫出来 就是把他骗出来 再把马斯克毒打一顿 所以他的童年其实 就真的是很辛苦 那后来他是转学啦 转到一个私校就比较好 那转列点是因为他 一直想要到美国发展 因为在南非那时候资源不够嘛 他对这些东西都很有兴趣 所以他就花了一年的时间 自己上 就是自己去找资料 对 这就是自己去看 我要怎么样去填那个申请表 因为他的妈妈是有 加拿大的那个枫叶卡 就是有加拿大的永久居留圈 所以他就申请 他17岁的时候就过去加拿大 接着他的妈妈 弟弟妹妹 好像一家也都过去了 他在加拿大那边读书 然后听说他这个人 就是求知欲非常的旺盛 他跟他的弟弟那个时候 刚到加拿大人生地步时候 他们两兄弟就常常在翻报纸 看到报纸上报道那些知名的成功人物 是谁谁谁 他就直接打电话去给人家 或写信给人家说 我跟我弟弟很有兴趣 想跟你见面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出来谈一谈 就没想到还让他真的约成了好几个大人物 然后那些大人物 事后等到马斯克成名之后 他们回想到那段过程 都觉得很有趣 然后其中一个人还有讲说 那个时候我只觉得这个小孩子超有guots的 所以我就跟他吃了一顿午餐 他说没有想到他后来变成这么有名 对所以后来他这一路 我觉得他的学习过程都是非常非常有目标的 他就是一个非常对自己目标很执着的人 那但是我觉得他承受的心理压力也是很大 例如说他在做SpaceX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不看好他 而且他的火箭发射一直失败 一直失败失败 那我还记得就是在很久以前 大概已经我想想看 可能已经十年前左右的事了吧 对在可能更早以前呢 就是那个60 Minutes有访问过Elon Musk 对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 我那个时间点我要再查一下 但是就是拿了一段呢 美国的太空人Neil Armstrong 就是他们搭乘那个阿波罗11号 第一次上月球登月的那几个关键人物 他们出席了美国国会一场听证会 然后呢Neil Armstrong 阿姆斯撞 那个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 那个老先生居然呢说 我觉得美国的NASA 把这个太空的工程外包给民间公司 真的是有点夸张 因为这样真的不够严谨 我真的不知道那公司 到底会生产出什么样的这个成果 他真的讲SpaceX吗 没错 然后呢那个主持人就拿了这一段话 去问马斯克 就马斯克当场就落泪 他就说我这样被Neil Armstrong这样讲 我当然心里难过 因为这些人是我的heroes 我之所以有太空梦是因为他们 对然后我看了那个都觉得 哦好难过 很为马斯克难过这样 然后但是 但是那个主持人就补了他一句话说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这些人 现在是拿石头在丢你啊 他就说没有关系 我还是相信我做的是对的事情 我会向他们证明我的目标 就是我希望能 他是很坚定 他虽然在流着眼泪 他眼眶都红了 但是说我还是希望能够 向这些前辈证明 我的目标就是我希望能够 带人类到火星 而且我可以实现人类的太空旅行 他说我真的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他这一路上 我觉得如果今天有我的偶像 这样子过来讲说我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他不赞同 或者是他非常欢迎 会很受伤 所以你看这一路上 马斯克他受到多少人的嘲讽 或者是这一堆人觉得 你在做什么 你这不会成功的啦 什么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他真的是 他的那个心理素质的那个 承受的压力 一定真的是外人难以想象 我觉得他的选择蛮特别的啦 因为他选择的产业 其实都很难进去 比方说他选择SpaceX 比方说选择那个电动车 SpaceX怎么讲呢 就是说你以前在美国想要搞太空事业的话 基本上就是大国防厂商 比方说波音 洛克希德 马丁 这些大公司 才有办法 因为他们都承包国防的 或承包NASA的一个火箭发射 或这些事业 你才有办法生存的 对 那他那时候是因为说 他说想要上火星 对 那因为他那个 卖到PayPal之后 他投资SpaceX 那他对火星有兴趣 对 然后他就跟他朋友讲说 他想要送老鼠上火星 你觉得我没有很疯狂 他朋友就说 如果这些老鼠不回来的话 那就很疯狂 事实上不管老鼠回不回来都很疯狂 对 因为你要投资的是一个 跟这些大国防厂商 甚至跟国家竞争的一个事业 基本上听起来就不可能 对 但是他做到了 对 他做到 另外就是说像那个电动车 其实我们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那几美国四大车厂 他们基本上都已经 快倒了 对 金融海啸的时候 那几大车厂都已经负债 负债到 必须上国会听证会去说 你们为什么要来这边 跟我们要那个Bail out 你们为什么要来要纾困呢 因为这些车厂都已经做到快倒了 但是你要挤进去 这个产业 但是他事实上 当然是做的一个是不同的东西 他做的是电动车 那所以说 他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他从零开始 重新思考这个产业 对 那思考这个产业要怎么样 才能活下去 比方说SpaceX 他是用一个 低成本的民间公司的火箭 甚至后来做到可以回收 对 那他这个就已经打趴了 其他的一些国家级的竞争者了 对啊 因为像上次我们在转播的时候 我就很清楚看到 他那个猎鹰重型火箭 他两边的那个侧翼火箭 是可以发射升空丸 又这样他稳稳的降落在地上 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壮观 那是前所未有的 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对 你想说那个火箭上面也没翅膀 就这样子直直的下来 对对对 真的像钢铁人降落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那个2007年的时候 那钢铁人的电影要拍摄 对 然后他们想说 他们要找谁当那个model 就是来写这个人物呢 他们想到伊隆马斯克 对对 然后他们就去趴到 SpaceX的公司那边去参观 小劳勃到你也去了 然后他们想一想就说 他们要在那边拍他的场景 所以在SpaceX那边的办公室里面 还有那钢铁人的模型 太酷了 太酷了 对 对 所以也就是他被称为钢铁人的由来 对 其实马斯克他 伊朗马斯他真的是 我觉得他也经过了很多的魔力 而且我觉得他是 他不会容许自己失败 就是说我觉得他经过了这么多的失败 他是一个不放弃的人 我觉得是他最强大的特质 其实他自己人生当中还有经历了另外一个悲剧 就是他跟他第一任太太啊 就是生了第一次生了一个儿子 那个儿子在十个星期大的时候 在睡梦当中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就过世了 那这件事情对他们夫妇俩真的是造成非常大的打击 悲痛欲绝 但是后来呢 他跟他的这个第一任太太 就透过这个室管的室管院的方式 就一连生了五个儿子 对 所以我觉得他某种程度是想要弥补 就是他失去儿子的那个伤痛 对 那他其实我觉得他在面对很多 例如说他那个火箭一开始都一直做不成功 他就在那个太平洋那边找 南太平洋找了一个小岛 然后就在那边搞了一个火箭基地 然后他的那些工程师都像疯了一样 每日每夜在那边疯狂的工作 然后不断的试射 不断的失败 然后他们还把当时所有火箭上升 然后爆炸失败的画面 集结成一个影片 就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不怕失败 没有关系 我们这回还是可以成功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不放弃的精神 其实真的是还蛮惊人的 其实发射火箭都是这么回事 就会常常掉下来失败 今天又爆炸了嘛 今天他那个星舰 星舰编号SN9 又掉下来失败 其实跟上次结果差不多 上次也是降下来的时候 就触地爆炸 这其实也是歪掉 然后爆炸 我想 因为他这个是新的计划 他这个星舰其实是 有点像是大猎鹰火箭 有点像是大猎鹰火箭的一个做法 就跟原来的猎鹰9号 这些已经成功的火箭不太一样 然后搭载更多人 这些是要上火星的 那他今天也又讲嘛 他在Clubhouse里面讲 他说五年半之内他要送人上火星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 他的那个帮他当那个SpaceX CEO的那个肖特威尔 Shutwell Gwen Shutwell 他其实帮他把SpaceX处理的很好 他其实也蛮乐观的 因为他说当初他们那个猎鹰 他们发射一直失败的时候 他有一天他那个火箭升空上去 然后他准备要回收的时候掉下来 然后就触地爆炸 对 那功能是每个都垂头上去 甚至有点想要哭这样 那夏威尔非常高兴 在那边开心拍手这样子 他说我们其实已经到最后一步了 只是他最后落地没有成功而已 对 所以其实他那个火箭发射就这么回事 就是说你只要一点点小的差错 你就可能爆炸 但是其实你也很可能 只是离成功就差那么一步而已 对对 就是看你是要从哪一面去看嘛 对对对 所以他真的就是就要有这种疯狂的点子 然后他要有这种意志力跟觉醒 然后才能够带这个SpaceX走得这么远 好那另外我们再来回来谈一谈 就是最近有这个Apple Car的这个宣布 好像要来挑战这个Tesla 那欣安哥你怎么看 你觉得Tesla能够抵住这一波的竞争吗 还是Tesla现在是有优势的 对那主要是说从本来是Tesla 基本上从2017年到2019年 因为他为了要生产那个Model 3 对 他遇到很大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讲说Tesla这车子 其实重新的一个新的革命 他有点像是说一台电脑上 一台电脑上面放了四个轮子 他跟原来的一些电机方面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一个新的做法呢 但是因为马斯克是戏骨人 所以他其实是很那种戏骨的想法这样子 他那想说我要自动化这样子 对他就弄了很多机械人机械臂 进去工厂想说我可以快速生产 就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大家到最后发现说 有很多戏骨的动作是机器人做不出来的 所以他最后没有办法赶紧去 聘一堆人进去去进行组装这样子 然后到最后呢 那个车子的生产才终于上轨道 他在那一阵子 他说那个叫做production hell 就是生产地域 因为他也知道 因为你原来基本上没什么基础 你本来只是生产roaster 生产model S 这些都是小量生产的 你都还应付的来 你现在生产几十万量的订单 你可能做不来这样子 结果那一阵子 他公司招到大量放空 那曾经呢 在2018年的时候 他那个现金流已经快见底了 因为他负债也很多这样子 那就是说在那个 最近不是传出那个 12月21号的时候 传出说那个Apple要做那个 Apple Card吗 对对 然后那个马斯克 他就在推特上面讲说 其实当初 我在2018年的时候 曾经离破产 只剩一个月了 那他就去找 苹果的库克 Tim Cook 我想要把特斯拉卖给他 我想要600亿美元卖给他 对 但是没有想到 库克根本不见他 哦 库克没兴趣 对 当然这件事情也引起 大家很多事后的揣测 对 那为什么库克不买呢 对 假设说你真的那么想做电动车的话 你当初买的话 其实可以省很多事 对 因为当初特斯拉 其实已经是一个 在市场上的一个知名品牌 也有产量 那我不晓得 我觉得我自己在猜 可能他不想接手一个烂摊子 对 因为他可能想说 他不是苹果 他不是我公司的企业文化 我可能寡不来之类的 对 所以他可能是因为想到这些困难 然后就没有去接 对 那马斯克发这个推特的意思是说 其实也有点嘲讽他 就是说 因为我自己认为啦 我自己认为特斯拉是从地域爬回来的公司 因为他当初曾经很多次面临破产 2013年曾经差点破产 那2017年到2019年 这中间的生产地域情况 他也差点破产 对 那他回来了 那基本上就是因为现在变成世界首富了 我不晓得苹果 他是不是在讥讽苹果说 你看到我现在已经飞天了 所以你想要 也想要插进电动车来分一杯羹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他在侧的方面 其实他都是有话直说啦 所以听起来都 他也得罪不少人啦 因为他得罪过那个贝佐斯 因为他发展SpaceX嘛 然后他那个 回收火箭 后来那个贝佐斯的Blue Orange 蓝色起源 蓝色起源 Blue Origin 他也是做那个回收火箭 但他做的是比较低轨道 对 然后他那个时候 那个马斯克就在推特讲说 Copycat 说他是学他的 对 他说你是模仿猫这样子 所以他基本上对这些人都没有什么好话这样子 对对对 他甚至也跟祖克伯杠上过啊 就他对AI的看法 对啊 因为马斯克认为说 AI如果不好好发展的话 将来是有可能危害人类的 对对 但祖克伯非常乐观这样子 那马斯克认为说 其实你根本不懂工程这些事情 你不晓得这些是怎么回事这样子 所以他这个人讲话也是肆无忌惮 对对对 很直白 难怪就是常常会得罪人这样子 对 那现在是Apple Car打算要 因为就是说 有人泄露了Apple Car的机密嘛 所以说那个苹果去告 所以这个消息才会泄露出来 那当然我觉得 再来就是说 Apple Car商机其实蛮大的 因为包括连那个 国内电子业大厂的老板都讲嘛 你如果做这些 资通讯产业的这些生意的话 一年大概6000亿美元的一个市场 对 但如果你做电动车的话 将来可能是6兆美元的市场 那是10倍的市场 对对 那台厂在这方面 其实有很多的机会 那比方说你可以做一些电机马达 你可以做一些上面的面板 对 你可以做上面的那个IC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台积电 因为车用IC 车用晶片的事情 对 台厂这些人都被找去开会了 对啊 就希望大家挤出多一点产能 对对对 就在全球大缺货 对因为美日德 因为这些其实并不是说 台湾不供应给他们 而是说他们当初以为说 疫情很严重 对对 所以他们就没有下单 他们讲说没有人要买车 就没想到大家都要买车 没想到后来产能 那时候后来需求上来了 大家都要 就每日德这些国家 他们就拿不到车用晶片 事实上他车用晶片不是特别的高科技 因为他其实用八寸晶圆就可以生产出来了 对那只是他们临时缺了 那可见得说台湾在这方面 其实还是蛮有实力的就对 所以我们如果也可以搭上 这一波热潮跟下一波的这个产业 其实对台湾来讲也是一个利己 对那我自己个人觉得 就是说有竞争是很好 那我自己个人觉得苹果来的话 有优缺点 它的优点是说 比方说苹果它在做晶片方面很厉害 它设计晶片很好 对 那它的那个软体生态系也很强 对 还有就是果粉也蛮死忠的 果粉非常庞大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但我觉得它也有几个缺点 比方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电池 对 现在目前特斯拉的电池 它用的是那个Panasonic 就是松下的 LG的或者是中国大陆那个宁德时代 那基本上就是说 大概是比较一般的那种锂电池 那但是将来呢 可能会需要大量的锂电池 因为之前那个model 3 model Y产能上不来 其实是因为电池 因为马斯克他自己讲 其实就是因为电池 对 所以他那个特斯拉呢 他们就那个决定要自制电池 然后他在去年9月22号的时候 有发布一个电池日 那他们发布了一个叫做百万英里电池 百万英里是什么概念 百万英里就是160万公里 就说这个电池在那车子上面 你可以跑160万公里 它不会坏掉 160万公里就是说 你一台车子的寿命 大概平均大概跑个四五十万公里 你车子就可以报废了 对 他意思就是说 即使你的车子报废 你电池拆下来 可以装到别的车子上面继续用 对 所以他们希望发展这个百万英里电池 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蛮先进的科技这样子 然后他自己甚至还去布局锂矿 他们在内华达州那边买了一万英亩的锂矿这样子 所以他们说将来他们可以足以供应 美国的一个这个电动车的产业这样子 或者这是能源产业 所以他布局的很深很广 然后再来是说那个 他的特斯拉优点 他的优点 第二个优点是说 特斯拉他的AI 他已经累积了两百亿英里了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说 在特斯拉车子上面 他有那个AI晶片 他可以指数自动驾驶或什么那些 他大概有两个AI晶片这样子 对 那他其实因为他这些车子 都已经在路上跑很久了 他那些数据都会收集到公司去 就是回去大数据 所以他已经累积了两百亿英里了 然后那个马斯克还在讲说 他2021年要实施Level 5的那个自动驾驶 Level 5就是全自动驾驶 不需要人去操纵 对 当然可能有点讲大话 因为他之前也曾经讲过很多大话 没有实现的这样子 但是他是这次讲说 他认为说他2021年可以实现全自动驾驶 OK OK 那我认为这也是他的优点 对 那另外一个特斯拉的优点是说 他已经先进市场了 对 他已经在这个电动车上面布局很久了 他各种车型都有 从最高的那种Roster 然后Model S Model 3 Model Y 甚至连那个皮卡车 Cybertruck都有了 对 所以他已经车系十分的完整了 苹果要再切入会比较困难 因为他们打算首发是在2024年 那马斯克他们所谓的百万英里电池 是2022年要上市 那他认为说 他可以把电池的成本降到100美元以下 因为其实整个电动车最大的成本是电池 大概占整车的30% 所以他如果把成本降到100美元以下的话 那他就可以推出2.5万美元的车子 那我不确信说苹果他有没有办法做到 这么便宜这样子 对 因为你如果也是去买现有的这种锂电池的 成本上可能没有办法跟他竞争 那为什么他去发展2.5万 因为他可能想说Model 3对一般民众来讲还是太贵了 他可能想说2.5万这个 range 它产量还可以更大 可以造成电动车的大量需求这样子 那一般的估计是说到2040年 可以到1.21辆的汽车产量 有一半是电动车 大概6000万辆 OK 因为包括欧盟 为什么去年特斯拉电动车会这么夯 是因为说各国他已经都开始制定一些环保法规了 比方说比如说挪威好像2025年就要淘汰了 就是淘汰燃油车 他都要改用电动车 然后欧盟很多国家2030年2035年等等 他们都要淘汰了 所以这个趋势是没有办法挡的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厂商想要跳下来做 OK Apple的一个问题是说他想要用代工 对那我自己个人认为是说 代工在这方面是比较 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tricky的地方 因为他在这个iPhone这上面其实做得很好 可是问题是说你如果是做代工的话 你等于是把你的庞大投资都是给厂商来做 是 对那万一说你换了厂商 那厂商不是 技术能不能够延续下去 对技术能不能延续下去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对他投资那么大 对他没有办法说给你说换就换这样子 对 那因为比如说那个Jaguar就是那机架 他们也有推电动车叫iPath 那他们是给那个加拿大的Magna International 麦格纳代工 那麦格纳出来的说法是说 大概他的利润 营业利润率只有2.1%而已 所以其实事实上 其实利润率没有那么高啦 那今天有一个新的消息是说 苹果他去投资了Kia 制造韩元 那想到奇怪 为什么苹果要去投资一个汽车公司 对那我想应该是为了Apple Car在布局 哦 原来是这样 因为Kia是那个现代的子公司 那有人猜测说他可能想要用那个Kia来在美国帮他做组装 那用现代的那些车用的电子或者是等等的一些电池等等 然后来帮他们做生产零件等等 对那我想这也是一个合理的布局啦 因为你不可能像iPhone那样子 所有的零件都集中到一个组装厂去组装 你一定是要找一个有经验的 为什么电动车市场这么难攻 因为他有很多的安全认证 比方说你有晶片 你有一些车上的一些机械 电机等等 那些都是需要好几年的安全认证 你过关了你才能弄出来 所以为什么特斯拉之前这么辛苦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有很多安全认证 他直到2012年Model S出来之后 他到那个比如说欧洲的NCAF 或什么那些去把那撞一撞 他发现说他安全性很高 他甚至说那个消费者报导 给他所谓的百分之百的 就一百分的那种满分评价之类的 对他那时候Model S声明建立起来之后 那个特斯拉才比较稳 所以才有这些的问题这样子 OK 好啊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Apple Car跟Tesla 之后的这个大战谁会胜出 当然就是让大家也非常期待 但是我觉得消费者有多一点选择 也是一件好事啦 OK 好 那就是我们今天来做个简单的结论吧 就是我之前曾经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说有人评论 现在世界上好几位很有影响力的人 就是包括了像Bill Gates 差不多是祖克博 或者是我们在各行各业的这个领袖人物 但是有人觉得 马斯克是唯一可以带领人类进入下一个世代 他在做的事情真的是攸关人类的未来 因为他不仅是你看我们现在地球上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这个空气污染 他的这个电动车希望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然后另外呢 人类在未来的太空探索上面 希望能够找到人类适合居住的地方 还有呢 人类想要找到更多的矿藏 对 矿藏等等 其实也是要往外太空去找 那马斯克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带领人类 可能是下个世纪 下下个世纪 甚至是未来好几百年 都要去发展 因为工具 江峰工具非常重要 所以我觉得 就是这个形容很好 就是马斯克是一个要带领人类 跨到下一个世代 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发明家 所以maybe我们现在都爱见证历史 对不对 他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说 他不是像一般的科技大亨 比方说他做PC 做手机这种 或做APP 或者是做社群网络起家的 或做电商 他想的是一种改变人类的运输方式 没错 对 改变人类的使用能源的方式 对 这些东西对人类文明未来的一个 延续都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问题导向的人 他曾经讲说 你如果问对了问题 你基本上才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你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 所以我认为在这几个科技大亨里面 比方说你像那个祖克博 你像那个贝佐斯 你像比尔格斯 或者是这个贝 或者是那个贾博斯等等这些人 跟这些人比起来其实他不一样 他其实是很工程背景思考的人 对 对啊 所以呢 就是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 今天就是收听完这集 这个世界最新的新首富的故事 可以给大家灵感 在新的一年 不管是在工作啊 生活 或者是在各方面 就是这个 马斯克这种奋战不懈的精神 还有就是他这个充满创意的思考方式 也希望呢 能够给大家的生活 带来一些不同的灵感 可以到我们的IG 还有我们的这个Facebook的Fanpage 留下你的feedback哦 那当然也希望说 今天这个故事呢 也给大家带来好彩头啦 就是来年财运滚滚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进行到这里 那我们也预告一下 下个星期 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呢 我们也帮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惊喜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听众非常热情啊 在我们的IG或者是Fanpage上 有给我们留言 那我们也会分享一下大家的feedback 然后另外我们要分享的是 我们Netflix的过年清单 有什么影集 还有呢 这个可以追剧的 或者是电影哦 就是我们会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私房菜单 也请大家要准时锁定哦 好 那我们就下个星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